東方海面還是有些熱帶雲畜在發展 這些熱帶雲畜有可能隨著提風潮的推進 隨著直接的推進 在禮拜一禮拜二的時候 比較接近我們台灣附近 不排除在裡面可能有熱帶系統的發展 所以請大家還是要特別注意我們最新的天氣預報 適時關注菲律賓東方海面熱帶 擾動的發展的消息 至於現在降雨的情況 我們由雷達回波圖上來為大家做個說明 剛剛提到今天的天氣 雖然凱米颱風已經警報解除 它的外圍環流其實還是持續在影響我們 可以看到它的外圍環流還是影響到 我們整個西半部地區 特別是中南部地區 今天我們預計還是會有比較明顯的雨勢 天氣上來講各地還是比較不穩定的 從定量降水預報圖上來看 可以看到這是今天白天的定量降水預報 這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定量降水預報 可以看到今天在苗栗以南地區 天氣還是比較不穩定的 雨勢還是比較明顯 特別是中南部山區 南部山區加以南山區的部分 還是我們今天降雨預報的熱區 還是可能出現局部性的豪雨 甚至不排除再多一些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都要特別提醒中南部的朋友們 一定要注意今天雖然警報解除 但是天氣還是相當不穩定 還是有可能有持續性的降雨出現 所以請大家還是要特別注意 颱風過後颱風尾的影響 晚上的雨勢預計會比今天來的稍微 但是還是不穩定 可以看到在我們的東半部南部 特別是加以南地區的雨勢 還是會相當的明顯 所以颱風雖然過了 今天一整天都還是要留意一些持續性的雨勢 特別是在中南部山區的部分 一定要加強注意 未來幾天的天氣 我們由這樣的趨勢圖來為大家做個說明 禮拜六之後其實可以看到 還是受到第二代的影響 就是颱風過後 其實菲律賓東方海面到台灣附近 就是颱米颱風的環流 就是以後的低壓的中心 一直到菲律賓東方海面這一帶 還是持續是一個低壓帶 受到它低壓帶南方水氣上雨的影響 整個環境風場上來講是偏南風 所以東半部南部地區 明天還是有可能出現局不幸的大雨或者是好雨 其他地區也有可能是一些局不幸的短暫震雨 所以明天的天氣其實還是不穩定的 東半部南部還是要注意大雨或者是好雨的現象 那禮拜天這段時間 禮拜天28號禮拜天 趨勢上這分布上來講跟今天是類似的 東半部南部還是可能會有一些降雨出現 但是呢其他那雨勢上來講明顯的比較緩和 那其他地區就是中部以北地區呢 也會比較明顯轉為午後雷震雨的天氣形態 那至於到了下禮拜一二剛剛講到 就是熱帶擾動發展的區域 也就是低壓帶會逐漸接近我們 那影響上來看還是在東半部地區跟南部地區 會有一些局不幸的大雨的可能 這點也要特別注意 那其他地區來說也有一些局不幸的短暫震雨 那到了下禮拜三禮拜四呢 環境風場上會變成西南風 中南部地區會有一些局不幸的短暫震雨或是雷雨 那其他地區則是以後雷震雨的天氣形態為主 那至於溫度的部分呢 今天稍微是比較涼一些的 各地的高溫大概是28到312度這樣的溫度左右 但是呢後面呢 溫度上來講就會比較恢復成 32到35度這樣的高溫出現 所以後續上來說 溫度上來講會變成夏天比較悶熱的天氣形態 好那至於我們還是要提醒 今天還是要不厭其煩地提醒海面風浪的部分 那這是今天的風浪預報圖 可以看到其實風力比較大的地方呢 還是在台灣海峽東南部這一邊 我們預期呢在我們等一下會講 就是風力比較大的就是新竹至高雄 那蘭嶺綠島 那還有我們基隆北海岸跟澎湖金門馬祖 風力還是比較強的 而且可以從波浪的分布上來看 今天台灣附近還是有可能出現5米以上浪高 而且還有長浪發生的可能 所以除非必要 今天還是盡量避免前往海邊活動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